哈喽大家好我是某 今天這支影片呢要跟大家分享我的六月愛用品 今年呢已經過了一半真的非常的快 然後今天的愛用品影片的訊息量比較大 我建議你們一定要打開下方的資訊欄 因為今天有抽獎 然後也有團購的訊息好不好 所以一定要點開來看 那假如說對我的六月愛用品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可以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第一樣呢就要來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Fresh02他們家的後熟成系列的新眼影盤 那這一盤眼影盤呢其實我在之前呢就有看過 小凱老師推薦過他們之前的兩個顏色 那到這次呢我終於用到了他們家的眼影盤 這次推出了兩個顏色呢 一個呢叫做炫日繁華是這種比較粉色系的 那另外一盤呢叫做田麗南瓜 就這種比較大地色系的 這兩盤眼影盤呢都是針對亞洲膚色來去調色的 所以像是我肌膚偏黃的用我覺得超級的適合 像粉色畫起來不會顯灰 然後大地色就是超嫌棄色 等一下就是會示範在眼皮上面給大家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試色 這一盤眼影盤呢它添加了很多的保養成分 霧面眼影呢是屬於那種絲綿的粉體 很滑順也很好暈染 然後會帶有斷面的光感 珠光眼影的話就帶一點濕潤度 飽和度很高也很服貼 亮片眼影的部分呢 它就是閃度非常的漂亮 炫日繁華的配色呢 我很喜歡黃姬可以用的粉色 畫出來乾淨又不顯黑 配色上面也有特殊的點綴色 黃綠色就可以畫出不一樣的眼妝 甜蜜南瓜呢它就是安全的暖色調大地盤眼影 然後這一盤的眼影配置上 我覺得畫出來的妝感會比較歐美 然後比較辣一點的感覺 他們家眼影的粉質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當我在守護試色的時候 我這樣子塗會覺得 顏色怎麼好像有一點越塗越淡 但是當我實際用在眼皮上面的時候 我覺得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就是顯色度非常剛好 然後也很好暈染就是蠻特別的 好那接下來呢我就來示範眼妝給大家看 我要用的是這盤我非常喜歡的炫日繁華 它這一盤畫出來真的是很有那種夏天很涼爽的感覺 我們先沾取這個米杏色大面積的上在眼皮上面做一個打底 這顏色非常好看 會有自然深邃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上在整個眼窩眼頭部分呢 我們也可以加強一下 接下來我們沾取這個粉色呢 上在我們雙眼皮折的部分 我們從眼尾開始慢慢的往前帶 然後慢慢的往上帶 就可以暈染出一個非常自然的 接著我們沾取這個珠光色呢 以按壓的方式呢點綴在上眼皮 讓整個上眼皮呢看起來都有波光零零的感覺 然後眼頭的部分呢也記得要帶一點 因為今天要提亮一下眼頭 接著我們沾取這個亮片色呢 加強在眼球的中央 讓眼球的中間呢更加的閃亮 這亮片色超閃的 然後接著我們搭配海綿棒呢 提亮一下臥蠻的部分 這顏色呢用海綿棒上會比較飽和一點 有沒有眼頭超閃亮的 這樣的畫法真的是很美咧 最後呢我們沾取這個棕色呢加強一下 眼尾的後三分之一處跟上眼影做個連接 然後我今天又把它往後面帶一點 就是做一點延伸的感覺 這樣子呢今天眼妝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涼爽的感覺呢 有種冰冰涼涼的FU 然後又有好氣色粉嫩的夏日涼爽眼妝 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歡這個粉色系的眼妝 這一盤的粉色呢我覺得畫出來是非常剛好的 就是很襯我們這種黃肌膚的膚色 然後你們可以看一下這盤的配置啊 打底色然後過度色加深色亮片色點綴色都有 可以變化出不一樣的眼妝 這盤呢就是可淡可濃 那另外一盤呢我覺得是比較偏歐美色系 然後顏色會比較濃烈比較辣一點的眼影盤 它的顏色飽和度呢真的都超高 就看你們喜歡哪一種這樣子 然後今天呢Fresh O2呢要抽出 就是他們家後熟成系列的唇膏呢 要來送給大家會抽出三名 抽獎的辦法呢就是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訂閱頻道 並且追蹤呢Fresh O2他們的官方IG 就有機會獲得他們家的就是後熟成系列的唇膏 有興趣的朋友呢可以點開下方的資訊 來看一下詳細的資訊 第二樣呢要跟大家分享呢 已經在我的頻道出現過無數次的底妝刮棒 就是這個Picasso的底妝刮棒 它真的好好用喔 它怎麼會這麼的方便 因為其實我以往都習慣用粉底刷刷在臉部中間 然後再拍開來嘛 但自從用了這個刮棒之後 我就比較少拿出那支粉底刷 因為粉底刷用了之後要洗 但是它不用洗 每次用完呢我就噴酒精 然後用衛生紙這樣把它擦掉 乾乾淨淨跟新的樣 因為它是不鏽鋼的材質 所以它真的非常的好清理 而且它這個雙頭都覺得很好用 這邊呢我們拿來上底妝 這邊我們可以拿來混合粉底 混合粉底的話呢 就是把粉底擠在手上 然後這樣子混一混之後 轉個方向刮棒刮一刮 我相信大家對它的使用方式都不陌生 因為我已經分享過很多次了 通常這樣子刮一刮之後呢 我們就從臉部的中央這樣子 往外帶往外帶 你就會發現 天啊粉底液超均勻的附著 在你的皮膚上面 然後完全沒有被吃掉 就是粉底液你沾了多少 就會有多少在你的臉上 後續呢我們再使用海綿蛋呢 這樣子把它輕輕拍開之後 你就會發現天啊 你獲得了一個具有遮瑕度 然後又很輕薄很服貼的底妝 那這個底妝棒除了 你可以大範圍使用以外呢 你也可以小範圍的做多次的堆疊 來達到一個高遮瑕的效果 因為這底妝棒其實它的面積很大 所以你要只沾去前面這邊 或是你要整支沾都可以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請大家務必試試看 我覺得有這個底妝棒之後 你的底妝質感整個會提升非常多 然後這個呢 我是在蝦皮上面找代購買的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你們就在蝦皮上面搜尋一下 皮卡索底妝刮棒 應該就有了 第三樣的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最近非常喜歡擦的唇釉 就是阿慕斯他們家的光澤唇釉 距離我上次分享到現在 你們看我已經用了 就是還蠻多 就是有使用痕跡的 因為我基本上有出門的話 我就會把它帶在身上擦 那像是我今天嘴巴上面的這個 也是他們家的 他們家畫得出來 就是非常的水感的唇釉 這款唇釉的顏色 它是新版的顏色 然後我的顏色呢是九號色 它顏色非常的漂亮 是帶這種橘色調 非常有果汁感的顏色 你們看 這顏色超襯黃肌膚 然後也很夏天 什麼妝容都超白大 這顏色真的很好看耶 然後有些人可能會說 就是它擦上去之後 它覺得會有一點 裡面會有白色的極限 那我後來發現 就是當我擦完之後 我盡量不要用到口水去沾到它 等它沉磨之後 基本上就不會出現那個 白色的極限了 然後這款呢 沉磨之後它不會沾杯 就是給你們看一下 它不會沾杯 只會掉一點就是它的膜 其餘它不太會掉 所以我喝水啊 或是吃東西都可以 然後它會有一點微微的染唇 就是給你們看一下 我拿一張衛生紙 就是這邊不是已經擦過了嗎 它會有一點 染唇的狀況發生 所以假如說你吃完東西 整個唇膏掉之後 其實你的唇色還是會有底色 不會說看起來非常的沒有精神 這樣 這款唇釉我真的非常喜歡 而且你要補的話呢 就是直接這樣子拿起來 補它 好現在我擦完之後 你就放著等它沉磨就可以了 沉磨之後 你要去喝水 你要吃東西 或是你要戴口罩 都可以 沉磨之後你戴口罩 它不會被蹭掉 非常的OK 這款MOOSE的唇釉呢 我很推薦 非常的好看 光澤感呢 是那種水潤 嘟嘟的光澤感 非常的美 接下來來跟大家分享呢 這個月呢 要帶來大家一起團購的產品 就是 小人物的燕麥奶 小人物的燕麥奶呢 其實在年初的時候呢 我就有帶著大家團購一次了嘛 然後呢 這次算是我自己的補貨團 就我自己想要補貨 然後加上我朋友也剛好要一起補貨 所以假如說你已經喝完的話 剛好要補貨的話 也可以跟著這次的團購 這次的團購呢大部分就是買三送三 買六送六 所以跟朋友一起買會比較划算 然後另外這次呢 也有一個饗宴款 就是可以搭配的這樣子 這次呢 再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這樣長期喝下的心得 首先第一個呢 就是他們家的一般款 一般款呢 我覺得是喝起來裡面 味道最剛好 不會太濃 不會太淡 味道也是非常適中的 想讓我的燕麥奶呢 都是沒有加糖 但是喝起來還是會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就是本身燕麥的那個甜味 這個呢 我覺得不管是單喝 搭紅茶喝 或是打果汁喝 都非常的適合 就是這款我自己是非常喜歡的 接下來是這個減脂款 是裡面最健康的一款 因為它熱量減半 脂肪減半 所以喝起來就是一個 健康寶貝淡淡的感覺 它真的喝起來非常的淡 所以這款呢 我建議大家就是單喝 或是打果汁喝都可以 那假如說你要加那個咖啡的話 我就不太建議 因為它的味道真的偏淡 加咖啡的話 完全不行 假如說你要配咖啡的話呢 我強力推薦濃厚款 濃厚款的濃度呢 是一般燕麥奶的 再多12% 所以它的味道非常的濃郁滑順 又很香甜 完全不掏豆 你加任何一個豆子配起來呢 都非常的好喝 那濃厚款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加紅茶 變超濃厚的紅茶拿鐵也行 然後燕麥奶呢 其實都是常溫保存 除非你開封之後再冰到冰箱 所以我覺得它是 完全不會佔冰箱的空間 燕麥奶呢 其實比一般的牛奶的膳食 纖維以及維他命還要再多 就喝起來會更加的健康這樣 還蠻推薦大家可以試試看 他們家的燕麥奶 假如說不知道怎麼選的話呢 強烈推薦大家就是 濃烈版 不是濃烈版 濃厚版 加上一般款這樣子的組合 先喝看看 然後有喜歡的話之後 有開團的話可以再回購喔 最後呢要跟大家分享呢 我最近回購了這個 Simon家的香片 那Simon家最主要就是 賣一些男士的服飾 然後我老公其實這兩年 都大部分穿他們家的T恤 已經買了大概有十幾件左右了吧 那其實只要買他們家上衣 就會附一個這個香片 我們真的非常的喜歡 所以後來就自己再回購 甚至是連香水都買了 我老公真的非常喜歡這個香味 然後他們家香片呢 有非常多不同的圖案 每一片呢是50塊 香味的持久度的話 我覺得大概是一兩個月 就它持續味道還蠻久的 因為我常常就是打開之後 就丟到衣櫃裡面 然後每一件衣服拿出來 都會香香的 所以你要把它掛在房間的門上面 讓你整個房間呢 充滿像是那種 擴香感的味道的話 也可以 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然後它的味道呢就是 它這個味道呢 我覺得是比較偏向 中性的味道 然後是有點檸檬花香的感覺 不是果香 淡淡的 很耐聞很舒服的味道 然後也不會帶有那種奶奶的味道 所以男生噴的話 我就會覺得它是一個溫暖的 陽光大男孩 那女生噴的話 我覺得它就會是一個 開朗活潑的女生 然後是屬於比較有個性這樣子 就不會太可愛太甜膩這樣子 這個味道我覺得非常的好聞 所以講說你們家衣櫃 想要放香片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買他們家的 就是相較一般市面上的那種 衣櫃香氛來講的話 這個會好非常多 然後味道會更加的有質感 就很推薦大家可以去買 在蝦皮上面就買得到了 讚讚 好那以上就是這次6月愛用品的分享 所有的資訊呢 都會在下方的資訊欄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 今天這次的分享 喜歡這支影片都要幫助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拜拜